嗨嗨嗨 老板 等会儿等会儿 干嘛儿去 我找你事儿 你 你等会儿 我找你有事儿 什么事儿 你跟现在说 这不是上次你说的吗 等你方便的时候 我再找你 小乡 你咋回家 可方便 非比方便 什么事儿 你等会儿 我管你方便了 现在就找你有事儿 那个 给我涨一万块钱工资 啥 涨多少 一万 你一个月三千块钱 你涨一万 我说你下次吃过打结 你 你涨不涨 你不涨 我就不让你上 你涨不涨 涨不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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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哎 老板干嘛去啊 你等会儿 到底干嘛去啊 你楼下这个包裂 这种款现在的包可好看了 我得改你去 你 你等会儿 多多钱呢 十万 十万太贵了 不得买 可是前台小美都有了呀 我作为一个老板 我都没有嘛 你 你等一等会儿 嗯 前台小美有你好看吗 没有啊 有你的大肠腿吗 也没有 那有你的身材吗 那也没有 那有你长发拍拍的气质吗 没有 是吧 他上街啊 别人看到的是他的包 你上街啊 就是第一个四楼袋 也特别的完美 特别的有一气质 你知道吗 这个包咱还买吗 买了还不给你上班去 别笑啊 再笑我夸你两个小时你先去 别笑啊 你还知道回来呀 我让你签合同你干嘛去了 我喝酒去了 我让你签合同你喝酒是吧 还不是因为你 因为我什么呀 因为你什么 他们说了 谁先走 谁老板丑 你别笑 你不严肃点啊 我特别想你知道吗 我就是不回来 你严肃点 我觉得老板最好看怎么了 严肃点啊 别笑 严肃点 哎 老板啊 那个我能借你的车用一下吗 借我车干嘛呀 那个我妈今天过生日 阿姨过生日 对 谢谢老板 阿姨等会儿 阿姨过生日你给她准备了什么礼物呀 我准备一个大蛋糕可好了呢 阿姨过生日你就准备一个蛋糕呀 我说那还要准备什么呀 我说小江你懂不懂老人的心意呀 我最想看到的是你带一个女朋友回家 不是老板 这个时候我上哪走女朋友去啊 你看我怎么样 真的吗老板 走